韩国队就落后了11分 韩国队替补习球员和现场球迷疯狂的欢呼着 中国女篮主教练郑薇站在场边也显得异常着急 难道姑娘们真的要在韩国这条小河沟里翻船吗 咱们一起回顾下这场2023女篮亚洲杯小组赛 中国女篮对阵老对手韩国的比赛 随着江义瑟的正继三分球标进之后 场上比分已经来到了21比10 中国队落后11分 中文是算换完球款 这边给大家 杨立伟把球交给中路的韩旭 提及上篮帮助球队稍稍稳定战局 首节打完12比21 中国队落后9分 第二节上来后率先得分的是中国队 李源和李梦连续互相传递 最终李梦接球上篮打成2加1 好球好球漂亮 这个参加本点应该是更好 还会用我们这个 没错利用自己的这种速度 加法稳稳罚进 还是李梦 借韩旭掩护在左侧45度出现机会 最少三分百步穿搖 手起高落 再次拿下三分 18比21 李梦接着来 切高送传球 在篮下造犯规 这一下 这个叠奏变化特别的通论 广播了对手造成了犯规 两伐伐进了一个 安慧智把球交给跟进的江义色 追身三分标进 金丹飞从右路突破 顶着张如的防守 左手上篮也有 王思宇和韩旭挡拆之后 连续的节奏变化 强冲篮下造杀伤 两伐稳伐进 江义色这一截真是手感火热 顶着杨立维的防守后 两投篮继续进 刀送左侧45度 三分不中 张如全力拼抢前场篮板球 可惜没拿稳 传播队在打反击 完成得分的是李海岚 尘差重新回到11分 郑威直导赶紧喊停 丹廷回来后 站出来得分的是韩旭 切张如传球 转身上篮得场 合并后 漂亮 乔治贤从中路突破投篮不进 宜梦摘下篮板球 杨立维助攻跟进的王思宇 强势2加1 李维 两盒打劲还有一加法 一盒 其实现在中路队也是拿上了一大四小的阵容 王思宇加法伐劲 朴之袖手递手传球 交给朴自贤 顺势突破擦板得分 韩旭和杨立维挡拆之后 顺下几球 高举高打再追两盒 五日龙 漂亮 嗯 嗯 嗯 小队球又打得飞 还是杨立维和韩旭的双人配合 逆境之中 韩旭彻底把球队扛了起来 李海岚顶着韩旭的补防上篮不进 张如摘下篮板球 中国队全速退快攻 杨立维一马当先快攻打敞 韩国队毫不适落 朴之袖顶着韩旭的防守 側步跳投也有 半场打完 32比38 中国队落后6分 下半场一边再战 中国队继续保持追分太矢 李源基地传球 给到中路跟进的韩旭 调整一步换左手勾手得分 还是李源和韩旭之间的配合 这一次自己跳投打击 我觉得对于中路队来过 他不顶顶 李源猛然接一个大便 向彻底晃开防守 这一球灵性失措 这个漂亮的一个变上波 香义瑟和朴之袖挡拆之后 曾一一步撬头 韩旭借李源无手掩护切到篮下 大打小很轻松 另一漂亮 李源去这边再还一个 第五身高 包举高打在篮下 小慧珍助攻 跟进的李海岚上篮再进 李梦借含蓄掩护在罚球线 位置出现机会 侧步跳投稳稳落袋 晃晃 包括了这几次李源的 李福特就开始另一个 包括张罗的自己的主播的防守 没错 看出这场球李源打得真是主动 继续强杀篮下造杀伤 好球 再次造球了对方的翻规 两罚稳稳拔进 杨慧珍从中部长突 球被李源一把切掉 中国队全速推转化 同样 大功二栏一 晋伟大助攻 韩旭再次得分 中国队终于反超了 两分打着 这样的话 一分反超 46和44 但这场比赛的韩国队 确实很有练习 暂停回来后 他们连突带头 投赢了一波10比0的小刀槽 针叉又拉开 帮助中国队打破进球荒诞 依旧是韩旭 李梦这球传的是真调 颜充 漂亮 好球 两分打进 还有加法 但是呢 韩国队的防守 一直是拖在了禁区内 韩旭 加法伐进 张如把球交给卡好位置的李梦 曲晃之后 换到篮框 另一侧投篮得分 漂亮 李海岚也想还饮颜色 可惜打铁了 李梦拿下篮板球 长床快下的张如 再分篮下的高颂 再轻取两分 好球 高颂 三节打完 53比54 中国队落后一分 决战第四节上来后 李梦的跳投 帮助中国队再度反超不分 双方护送一波流 接球就投 10分的果斗 李梦从左路突破吸引对方双人夹击 分篮下的张如上篮打击 这大局观堪称顶级 两分打击 当绘制拉单上篮 被韩旭一把删了下来 你眼对下 韩旭再次这个球 李渊助攻左侧45度李梦 再进三分 以限制穷天 戏惯长红 60比56 清单飞借朴之秀 掩护远距离两分标净 这两支三分球 直接把部罗队的系续 延续助攻左侧45度李渊 用三分球强势回击 一支三分穿云剪 用千区万马来相剪 去掉两支三分 相异色基地横传球 被李渊一把敲断 主攻快下的李梦 再次得分 碰了 漂亮 这样的话打平了韩国队 但是韩国队此后 通过连续的罚球 以及中距离投篮 又将比分超了回去 太刺激了 注定是一场 焦灼到最后时刻的比赛 昌如接李梦底线球 自己往里突 急停跳投 帮助球队 止住投去 这一次 调之秀罚球线 往后一步投篮也进 李梦突分左侧 45度寒序 三分线外张弓搭建 精准自导 去的三分 漂亮 这个真的是大轻噪 是的 李梦突分右路的张如 和空位投篮可惜不中 拳抢篮板球的过程中 裁判吹了韩国队李海兰散归 两队这一节犯规都满 李梦两把群众 李金恩从左路突破 挤开李源的防守上篮打进 还是李金恩的突破 李源这防守 还需要加脚 最后一攻 李源突破之后 想回传韩旭结果 被朴志秀破坏 双方带着72平的比分 进入加实赛 加实赛上来后 金丹飞晃开韩旭的防守 小篮帮助韩国队率先得分 李梦一个背后运球直杀篮下 上篮给出回忆 突破 要两球 韩旭被身强吃朴志秀 转移左侧底角张如 眼底线突破之后 再找韩旭 抛头打进 日理打进 李金恩助攻空间的朴志秀 再次追平比分 李梦扛着炸药包 就往南下杀 裁判吹了李金恩阻挡犯规 犯规 脑后 就往南下杀 李花连球直接死人 夹住了李梦 李梦两发群中 李源和韩旭倒差之后 在左侧湖顶直接出手三分 大金档啊 三分命中 领元 一趁微指导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朴之秀顶着韩旭的防守直接投 手感依旧火热 领元湖顶左直 无球端 裁判缺了韩国队江义斯犯规 究竟一讲 其实 南部队今天在场上会与李梦的最准 狼腰防守 不只这一词 李梦在上罚球线 依旧是两罚群重 江义斯的湖顶三分不中 韩旭拼下篮板球 问但什么样的命中 韩旭抢到后才篮板球 给到李梦快速的推进 李梦助攻快下的韩旭再次得分 拥有2米07的身高 还能有这样的灵活性 根本没法跑 朴之秀继续火热手感 五顶三分接着进 李梦从中路强突抛投不进 韩旭二次进攻勾手得分 这一球彻底锁定胜局 韩旭打到最后是越打越有 随着朴之秀 孤注一致的三分球不进 全场比赛最终比分定得在了 87比81 中国女男有惊无险战胜韩国